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如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初印象 那个高贵 美丽的谎义回来了 粉丝们也纷纷留言祝福 瞬间有了那张感觉 灵气的小燕子 几岁都是我们的仙女 好看的小仙女 无论多少岁都那么好看 小仙女生日快乐 熟悉的女神终于回来了 回顾过去这几年 恍然如梦 年少成名的她一路心图璀璨 却赢两次挫驾离异 跟两个前夫闹剧不断 而事业惊悔 回顾黄毅的童年 早年父母离异 从小却是亲情和陪伴 她把自己折腾的那些事归结为 想要不顾一切的去摆脱身上的孤独感 一 我从未体会过家的感觉 黄毅出生在上海的老龙堂里 父母早早的就离异了 她从小和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爸爸在北京工作 重新组建家庭 而妈妈几乎没有在她的生命里出现过 父母的缺失 让她更加依赖爷爷奶奶 她经常在半夜去摸爷爷奶奶的鼻子 还有没有呼吸 极度缺乏安全感 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失去他们 为了引起父母的关注 黄毅经常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 她顺着楼外的管道往上爬 或者从家里的阳台跳到邻居的家里 为此 邻居隔三差五来敲门 给黄毅的奶奶告状 但无论她做什么举动 最终也没在父母的心里引起一点波澜 有一天奶奶把我领在一个女人面前 告诉我说这是你妈妈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妈妈 而这次妈妈出现是来找爸爸离婚的 此后我很多长时间再也没见过妈妈了 十岁那年的生日让她印象深刻 那天她特别希望父母可以回来 陪她一起庆祝生日 可直到蜡烛吹了 蛋糕切了 吃完了 爸妈一直都没有出现 她说 那天她许的生日愿望 是希望自己可以早日长大 出去闯天下 因为这里如我而言 没有家的感觉 看到和爸爸相处最长的那段时光 读书到初中时 爷爷奶奶岁数越来越大了 他们照顾不了我 所以就把我送到了北京爸爸的家 我感觉被他们像踢皮球一样 踢来踢去 这时爸爸已经再婚 在这个家里 我变得更加的叛逆 书也不好好读 以至于后来有一次 考试我考出了六门不及格的好成绩 而这些种种不过是想引起父亲的注意 有一段时间 父亲陪了他一个暑假 帮他复习功课 那26天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其实孩子要的并不多 就那么一点点的陪伴 就特别满足 多年后黄毅回忆那份珍贵的温暖时 依然泪流满面 而这段快乐的时光 很快就结束了 因为学籍问题 黄毅又回到了上海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之后不久 黄毅很胜利的做了演员 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塑造了一个个曾经让我们惊艳的角色 她是上错花枭架杯狼高贵 俏皮的李玉胡 她是长恨哥李贪图物质赶时髦的上海小姐 是环珠格格三李林杜宇娇俏的小燕子 二上对花枭架错狼 2001年上错花枭架对狼正式上映 黄毅和聂远距离的甜蜜 也延伸到了剧外 两人的校园恋情 也让网友调侃公费恋爱 然好景不长 三年后 两人的恋爱也因为时常吵架而走到了金头 上错花枭架对狼上映不久 黄毅的爷爷去世了 还珠格格三大获成功的时候 黄毅的奶奶也走了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先后离她而去 黄毅在这个世界的依靠没有了 她开始极度渴望有一个家 2009年 黄毅和金荣从业者张凯 认识一个月后就闪婚 2010年又火速闪离 这段婚姻分得非常不体面 前夫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遇见她 2012年 黄毅再次闪婚 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 黄毅清与黄毅在一次活动中一见如故 之后便谈起了恋爱 意外怀孕 身边朋友都反对她嫁给对方 可黄毅亦无反顾 因为她太过渴望家庭 渴望有自己的孩子 闪婚生下女儿 那时的黄毅笑容满面 黄毅清也发文称幸福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黄毅以为遇到了生命中的MR Right 可以和自己一起组建幸福的家庭 治愈自己的孤独 燃美梦破碎 结婚之后不久 这场婚姻发生骤变 一意孤行的第二段婚姻 换来的是噩梦一场 而这个噩梦持续了五年之久 本以为自己摆脱了孤独 终于有了温暖的家 可以抵抗一切风雨 却不知这段婚姻带来了更大的风雨 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 虎不开言 2013年 黄毅清说黄毅精神有问题 打骂孩子 黄毅说黄毅清抹黑他 然后晒出费家暴的照片 并去医院验商 闹到最后二人协商离婚 女儿归黄毅抚养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黄毅清又继续作妖 隔三差五就来泡轰黄毅 年赴一年的泼丧水 放他大尺度照片 造谣他私生活 并称黄毅剥夺了他做父亲的资格 一场闹狙下来 让他精疲力竭 之后的黄毅清更是把目标指向了娱乐圈所有人 2019年 黄毅清因在网络上散布不实言论被拘留 经过警察进一步调查发现 他还向他人贩卖毒品 2020年7月10日 黄毅清因贩卖毒品被判刑15年 7月10日 黄毅清贩卖地品案在鸿口区云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并当庭宣判 法院以贩卖地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毅清 有期徒刑15年 鸿口区检察院指控 2018年12月至2019年7月间 被告人黄毅清事先与购地人员余某某联系 在其家中及居住的小区附近 先后五次将五包共计约80颗冰地贩卖给余某某 直到此时 这场离婚闹剧才算是真正结束 黄毅也终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黄毅在一档演讲类节目中坎然表述 自己在那段黑暗的时光里 曾重新自省 他深深认识到 自己在感情 婚姻中的盲目与冲动 是源于成长经历 导致了爱与被爱的能力缺失 吴志宏在书中也曾提到 在女孩的成长中 父亲是他睁开眼认识的第一个男人 今后的路上 他很容易把这段熟悉的关系模式 带入到和其他异性的关系中去 如果缺乏父爱 就会不知道怎么和异性相处 有时过于严苛地要求对方 有时因缺乏安全感 而又过于讨好 即使遇到好男人 也不懂得如何维系跟长久 这一点在谎义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 他只继承了父亲的严格和暴躁 却没拥有正确的婚姻观 不懂识人 闪昏闪离 冲动盲目 走进了绝望的沼泽里 三 正确的婚姻观 是拥有幸福的前提 那么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婚姻观 我相信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看法 但本质无法脱离这三点 一 婚姻不是避风港 也不是寄托一身的去处 正确的婚姻观 应该是懂得做选择 并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把爱情和婚姻当成全部的女人 往往处在当局者迷的状态中 根本没有办法看清你身边的男人 是否值得托付终身 婚姻不能规避你的风险 而不好的婚姻 反而会增加你的痛苦 不要把婚姻当成归宿 要为婚姻制造港湾 二 先有爱情 才有婚姻 都说婚姻不像爱情 只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婚姻的基础 恰恰就是爱情 只有相爱才有未来 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不要为了孩子而结婚 请为了爱而结婚 三 正确的婚姻观是可持续的期待未来 对于女人来说 婚姻的确是人生中的重中之重 但它也绝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我们应该抱着期待的心态迎接它 但我们绝不应该为了婚姻而产生执念 如今 一切尘埃落定 一切过往 结为序章 黄毅也在采访中说到 现在更多的是过好每一天 会花很多时间跟女儿聊天 让女儿每天度过得很开心 会注重兴趣的培养 打鼓 钢琴等等 只要愿意学 都可以进行尝试 与爸爸妈妈和解 让生活往好的方向一步一步走 心理学家弗兰克卡德勒曾说 生命最不幸的一个事实是 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磨难 多来自家庭 并且 这种磨难是可以遗传的 每个人的原生家庭 对他的一生 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包括社交 工作 婚姻 自我价值观的建立等方方面面 幸福更像是一种能力 而非运气 希望每个带着爱来到世界上的孩子 爸爸妈妈都能给他们足够的爱 让孩子有能力去寻找 并把握自己的幸福 关注订阅我们频道 给大家带来更多报道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